观光客到东京玩除了浅草寺外 从这里步行五分钟的榆田川两岸 绵延约一公里的樱花花海现在正满开 不管是散步在樱花道下或是搭船游和各剧迷人的风情 东京赏英名所榆田公园更被选为日本百大赏英圣地 园内种植一千棵的樱花树附近更成为各饭店的兵家必争之地 离浅草寺走路三分钟的浅草东武饭店 隔一条马路就是东武县浅草车站 交通非常的方便 饭店独家的Hello Kitty房到处可见可爱的Kitty猫身影 粉色暖调设计深受女性的喜爱 所有的不仅是装潢都是Hello Kitty樱花主题之外 比如说它像连椅子都是樱花形状的就很有特色 就是很难得 为了满足铁道迷还把实际训练火车驾驶的模拟台搬进了房内 在房间里就能体验驾驶火车的乐趣 模拟台的视角沿途风景也以实际的风景来呈现 住宿费一晚约4万日币相当于9300台币 2020年新开通的榆田川跨河步道桥 也有许多新开的咖啡厅 同时也有超时尚的青年旅馆 记者谢洪卢 谢明志日本采访报道 最顶级的家常好滋味 海黄顶级冷压出炸麻油浆 严选传承三代顶级黑麻油 及台东小容器座高品质老浆 四季滋补 用料实在 简单一池 零厨艺便能料理不失手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